今天我带大家来参观一下佛罗伦萨的学院美术馆 那这个美术馆呢是成立于1784年 其实它是佛罗伦萨美术学院的一个附属美术馆 要知道这个佛美啊 它是欧洲的第一所艺术学院 是由科西默德美蒂奇创办于1563年 所以佛美的同学是不是听到这儿就是新生了一种自豪感 是在1784年的时候由托斯卡纳这边的一个大工宣布成立的这么一个学院的美术馆 目的呢就是为了让佛罗伦萨美术学院的这个学生能够有一个创作还有研究的一个环境 这里面最著名的一个雕像啊就是大卫像 待会儿我们在视频里面就可以看到 同时呢这里面也收集了很多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作品 比如我们刚才说到的米开朗金罗的大卫像 还有波提接力的油画等等等等 你来到这儿你就会看到啊很多很多的这个作品 让人叹为观止 来一趟啊就是浑身就沾满了这种艺术细菌 其实这个大卫像啊它原来是在佛罗伦萨的这个领主广场 后来是在1873年的时候被搬到了就是现在的这个美术馆 目的呢就是为了不再让它就是风吹雨淋受到侵蚀 但是其实你来过佛罗伦萨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佛罗伦萨不只有一个大卫像 在应该是在旧宫门口应该有一个 然后在米开朗金罗广场也有一个 但是你来到佛罗伦萨 我觉得呀这个美术馆是你必须要打开来的 因为大卫这个雕像实在是太美了 它这里所有的雕像就是你在凝视它的时候 你都会觉得可能在夜晚的时候它会活过来 因为它们实在是太栩栩如生了 那这个美术馆呢其实面积也是挺大的 它由七个展厅组成 主要收藏的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些雕塑 还有哥特式的油画啊挂毯啊乐器啊 等等等等 它这儿的这种版面油画啊 一共有1300多幅 然后就是佛罗伦萨的这个美帝奇家族 以及就是俄罗斯的洛林公爵 他们的一些收藏品像乐器啊什么的 这个美术馆全部参观下来的时间呢 差不多是一两个小时左右吧 而且这个美术馆和昨天说过的那个圣马可博物馆 离得非常近只有几百米的这个距离 所以建议大家都一块参观 如果你想来这个美术馆参观的话呢 最好是提前预约 因为我每次路过这儿的时候都看了门口 好多好多人 预约的方法我可以过几天拍个视频告诉大家 还有就是一个大家可能目前用不上的好消息 就是5月1号起 意大利全境都不需要用绿马了 所以欢迎大家来到佛罗伦萨 我在这儿等你